接下來我們談那個組織 這個組題有很多要背的東西 這樣殘酷一點 所以它可能會占這次斷跑還蠻重的片子 那組織的概念基本上先簡單提一下一個問題 就是生物的構造層次 我們講說從細胞 是生物體的構造的基本單元 對不對 那相同類型、相似類型、相似功能的細胞群 那我們就把它叫組織 所以什麼樣的東西叫組織呢 你一定可以在它的形態上找到共通點 然後或者在它的生理功能上找到相似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把這一群細胞叫做組織 那人體因為做造面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會運用不同功能、不同造型的細胞呢 去拼湊出一個比較完整的工具 來執行某一個生理功能 對不對 所以器官呢 常常會運用到幾種組織 然後建構出這個輪廓比較完整的工具 然後來執行某一個生理作用 可是因為有一些生理中太複雜 像消化就有一點麻煩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把消化食物的分解分成好多道手續 所以這時候呢 又牽扯到你可能要去連合器官 然後形成系統 好 所以我們有消化系統 有泌尿系統 有呼吸系統 循環系統等等 好 那它這些系統 不分別去執行不同的工作 那就可以讓整個人體呢 運作起來表現出應該有的生理現象 這樣 那為什麼不要放後面要放前面 那就是睡覺的時候 還有人提醒你也要醒來 不想睡覺的時候 這個聲音可以脆變 拜討 阿斌肉飯糾 對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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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哇哦哦哦哦 那這是什麼 肉質啊 哈哈哈哈 為什麼 有這個 沒有啊 那是飯糾 這類的都是叫這種叫聲啊 所以他是什麼 他那個是有什麼差 那你來的 魔術社 術社跑來的 魔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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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神啊 那 繼續 好 無關 OK 所以這整個過程裡面呢 當初 源自於 好 整體的構造發展裡面呢 從這個 排卵對不對 排卵之後呢 通常卵正常來講 會在輸卵管內完成受精 然後緊接著開始進行細胞分裂 OK 所以 那個從受精卵開始呢 我們如果看這個早期的胚胎的發育過程 你看這個初期的時候呢 細胞的數目不斷的在增加 對不對 然後它形成一個十星的細胞團 有沒有 好 這一團細胞呢 基本上 通通 都具有一個重要的特質 就是 它可以分裂 第一個 因為我們很明顯看到 它的細胞數目呢 不斷的在增加 所以它 有非常好的 這個有絲分裂的能力 可是 到了 慢慢到後面之後呢 這個都是那個 血微鏡底下可能到了 兩個細胞時期 四個細胞時期 對不對 所以細胞數目不斷的在增加 然後緊接著 在久一點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 我就開始看到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它從這樣子 然後開始 外型上 外型上 開始出現一些 特殊的輪廓 比如說 變得比較長條形 對不對 然後這個時期呢 還看不到那個手腳 有沒有看到這個手 正在冒牙 有沒有 手正在冒牙 腳還冒出來 沒有 腳回來沒有看到 然後後來腳是慢慢的冒出來 對不對 好 所以 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一般把這個叫胚胎發育的過程 對不對 所以胚胎發育的過程 你看這個大約有按照這個大小的變化來排列 所以 胚胎發育的過程當中 因為細胞數目不斷的在增加 對不對 所以胚胎的體積在增加 第二個 那 這是第一個 好 明顯看得到有有私分裂的現象 因為胚胎體積 總體積增加 但是細胞數目增加造成的 可是你看它的外型上 逐漸的慢慢那個人的形狀在塑造出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塑造出來的過程呢 表示有一件事情正在發生 那個 就叫做 細胞 好 細胞分化 因為你現在安排在人身上不同部位 需要不同類型的細胞 你可能在外型上找得到它的差異性 你可能在功能鏈上找得到它的差異性 所以這個現象呢 就是所謂的細胞分化 所以其實我們在談主事的時候 他在談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看到那個細胞分化的結果 就是細胞開始在形態或功能鏈出現差異性 這個現象叫細胞分化 所以我們是看到那個結果 那其實它那個過程裡面呢 早在以人體來說的話 早在病態發育的過程當中 這件事情就在做了 好 所以後來呢 落實在人體身上呢 就會有不同的這個組織細胞 好 所以再回過頭去 那個圖 你看看完了 整個 遙控 所以你看從當初的獸精圓 我們想說 瘦精卵的話 它是由性生殖完成的時候 再次讓染色體可以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那染色體組成是N 緊接著 瘦精卵呢 就開始進入剛剛看的那個過程 就是軟裂期有沒有 那軟裂期的最大特徵是 原本瘦精卵就是這樣的一顆 文化大一點 然後後來那個 它持續進行有四分裂呢 就產生了一堆的細胞 那一開始的時候還是死心的 那這個細胞 這一團細胞跟原來的瘦精卵的總體機呢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因為它那時候沒有什麼太多的資源 可以讓細胞長大 所以這個時期我們不是就把它叫做胚胎 這個就是胚胎 那可是這個時期的胚胎呢 我們通常會把它叫做上升胚 它是死性的 然後在下一步的發展裡面呢 它就開始把細胞重新排列成外面的一層 外面是一層 然後裡面的部分的話呢 這邊有一個地方相對細胞層數比較多 那這個時期叫做 胚胚胎 如果它印象的話 順便提一下 那個外面那一層細胞叫支胚層 就是後來發展出什麼 支胚層後來發展出胎盤嘛 然後接下來這邊 這一層 稍少的細胞 這個叫 內細胞群 等一下後面再繼續先看這個地方 受胚胎盤不是在講說胚胎幹細胞 好 偏胎幹細胞 那所謂的偏胎幹細胞就是指 你去看這一團細胞呢 大家都是一顆一顆球形的 你也看不出它有什麼差異性 當然如果你要去仔細檢查 它的功能面真的也沒什麼差別 那問題是很顯然的事實是 將來這一群細胞似乎單獨的一個重要的是 我們身上之後所形成的所有構造 都是由這一群細胞發展的來的 對不對 所以這一群細胞 主要的胚胎幹細胞 它指的就是 這是一群 功能還沒有定型嘛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未分化的細胞 好 等到將來你身體 比如說皮膚已經長成的肌肉功能正常了 然後神經系統也建構出來了 那這些不同部位的細胞 它的形狀 它的功能面是很明確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換成一個詞 叫做已分化 所以幹細胞是一群未分化的細胞 它就是提供我們建構身體的過程當中 不同部位所需要的細胞來源 那隨著它的有私分裂再加上呢 我們需要接下來做一件非常大的工廠 因為 雖然 它都是源自於受精卵 那也就是說 它擁有人類大概 兩萬三千種基因 好 這是人類的基因組 所以既然都是源自於受精卵嘛 所以不管你現在在這個時期 或者是在碰面這個階段 理論上來講每一個細胞都會擁有屬於人 該有的所有基因 好 可是下一步我們就開始看到呢 因為你現在只有一種細胞不夠 我們身體需要有很多不同造型的這個細胞 所以它下一步呢 開始做一個初步的轉變 在持續增加細胞初步的同時呢 它把這個細胞先分成兩個層次 好 類細胞群本來只有一群 然後後來呢 細胞速度增加之後呢 它就把它分成 靠外面那層跟靠裡面那一層 靠外面這一層的話 靠裡面 靠外面 靠外面 嗯 照順序來 等一下 靠外面 靠外面 這裡面的叫內lusive 逼核 內細胞群之後呢 我們的胚胎進入下一個階段 就是產生兩個胚層 因為那個支胚層將來負責貢獻的 主要是胎盤 這我們就暫時先忽略 那在下一步我們就看到 那再進一步再把這個胚層呢 再分 分成總共三個層次 所以就從 內 內胚層 外胚層 在額外多出現一個最晚出現的叫中胚層 然後這個就是三胚層時期 但嚴格來說這個時期 你去看這三個胚層的組成細胞 你還是看不出它有什麼不同 所以層次上有看得出差異性 在功能面 形態上 都看不出它的差異性 那緊接著這個胚胎就是你剛剛看到的 後來剛剛最後的那張圖裡面 胚胎本來像一顆球一樣 然後後來是不是塑造成長條形 就是因為它開始折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開始做這樣的一個折疊動作 我現在把三個胚層擺在上面的話 它就開始向內折疊 然後折進去之後呢 有一部分的外配層會折到裡面去 那這個時期如果你看另外一個方向的話 你會發現整個胚胎開始變得 有一點變長條形的 不再是球 你看人體的造型 總是比較是長形的方向 對不對 左右對層 所以從球的角度來說的話 就是這樣子的 從這邊來看的話 已經開始塑造成長條形 那接下來呢 這個長條形的啟動 就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就是這樣來頭的那個部位 對不對 那身體一開始比例其實很小 然後後來的圖有看到嗎 就是開始有那個尾巴勾勾的感覺 對不對 然後一開始都沒有手腳 然後手腳冒出來 有沒有 好 所以從這個地方再去接後面呢 欸 等到我們要出現 那個點點點 好 等它進到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笑你 來來 死笑了 對啊 外拍啊 我沒有聽過鴿子有這種叫聲呢 請來 哈哈哈哈 我沒有聽過鴿子有這種叫聲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不是鴿子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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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哪裡 血管最裡面 應該算是我們身體最盛的部位 血管裡面不是有內皮細胞 有沒有看到那個字眼 內皮細胞 其實那個就是內皮層貢獻的 對不對 那你想像一下 從像血管這個部位的內皮細胞 到我們的皮膚層這中間 其實有兩個東西 占的比例非常小 一角 肌肉 二角 骨骼 所以中K層主要就是貢獻我們身體體重 佔有比例最高的 像骨骼跟肌肉 那個其實就是中K層貢獻的 所以為什麼要分成這三個層次 其實這個策略還滿成功的 你看 我先把細胞分成三層 那因為我們身體的細胞的層次 從外到內 本來就有順序性 對不對 所以我先把那個基本層次先安排好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呢 在讓它落實後 你今天如果是出現到我們身體的外表面皮膚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就以皮膚的性質 它可能要產生判線等等 然後要分泌於那個角質蛋白 然後把皮膚表面保護起來 對不對 然後那個如果是那個大王的口腔 或者是某些特定的部位的話 可能要稍微折進去 所以是像這樣的 那中K層的話 骨骼跟肌肉就要開始準備建立那個骨架 然後這個骨架還有肌肉來帶動 那現在我們要把骨骼跟肌肉 好 所以這時候你看 等到我們之後再繼續討論的時候呢 其實你已經會討論到肌肉 你可能會討論到神經可以控制肌肉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三個Pattern之後呢 它不只是落實在我們身體的層次 它所在的這個地方呢 它有它需要扮演的這個角色 所以後來我們所看到的是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不同的組織 然後它有不同的功能 它出現在某一個部位 所以其實如果你去追 這些組織所在的地方 常常都可以跟三個Pattern是可以相互贏的 比如說肌肉組織 基本上主要就是總配成中間的 潛力組織其實也是 皮末組織的話呢 它就看 你那個皮末組織是出現在哪裡 其實外表面的生產都是外配成來的 那我們皮末組織看哪裡有 比如說你的呼吸道 有沒有 呼吸道不是有那個像氣管的鮮毛上體細胞 對不對 你的肺泡 肺泡的內皮 然後加上那個血管的內體等等 所以這些細胞 皮末組織它可能會涵蓋兩個來源 就是在身體外面的可能是外配成來的 但是身體內的表面可能就是內配成來的 用這種方式去安排 所以這幾個組織 我們剛才講 這幾個組織在安排成什麼 一個一個的器官 對不對 我們利用這些組織的特性整合起來 可以做出器官 執行某一個生體功能 然後再聯合器官 所以這樣一路走來的話 當然你可以講說 人體正在發育成熟 可以用什麼詞 用剛剛講的這詞 就是發育 人體的發育的過程當中 細胞數目不斷的在增加 我們把特定的細胞做妥善的安排 塑造出一個完整的人 這是發育 對不對 只是發育的過程當中 接下來我們去看一個細節的問題 當初只源自於一個細胞 然後後來呢 細胞數目不斷的增加 而且細胞的外型跟功能開始出現差異 其實那個就是在做細胞分化 所以在補音計畫就可以了 就是 那下面是怎麼還可以做到細胞分化 最明顯的問題嘛 你明明都是拿到 你明明都是拿到相同的基礎 那為什麼你有收縮的能力 然後我可以產生電解質的流動現象 這功能是不同的喔 肌肉收縮可以產生肌肉的細胞縮管 你知道嗎 這樣的一個現象嗎 那身體細胞在傳達訊息的時候 它是運用電解質的流動來傳達訊息 對不對 這簡直的功能差很多 但不要講說皮末細胞 皮末細胞如果是像你的皮膚 對不對 可以分泌小石蛋白 把我們身體表面保護起來 如果其實這個皮末細胞是會在我們的小花道 它可能要分泌小花液 這功能是落差很大 可是大家不是都擁有相同的基因組嗎 那不是應該能力都要相同 你知道嗎 所以 這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有一個細節它正在發生 兩萬三千種基因 就目前的估計 兩萬三到兩萬五左右 假設這樣有修正數據在講 所以要做一個人 需要這麼多的基因 但問題是 你身上沒有一個細胞 需要同時用到這兩萬三千個基因 一是不合理 沒有一個細胞有這麼多的資源 可以讓你把兩萬三千個基因 通通都會用出來 二 沒必要 因為 為什麼要從這樣的方向去發展 就是因為細胞要去做 要分工 還要合作 所以你有的功能 我不一定要 所以你肌肉負責去帶動骨折的活動 對不對 那我不必要 我是神經系統 所以我指揮你動作 這樣才能分工 才能合作 好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整個我們外觀上所看到的變化 它在裡面真正發生的細節是 這兩萬三千種基因裡面 從三個配層開始 為了在不同部位的這個細胞 有些特定的基因 其實它是放著 但是沒有 不是它沒有喔 什麼 既然通通都是從收機能分裂而來的 所以你之後所產生的每一個細胞 都會擁有完成的人類的基因組 對啊 可是 以我的角色來說的話 這一些基因我又用不到 所以我就放著它就不用了 可是另外有一些基因 跟我被分配到的角色有關 所以這些基因呢 基本上我就要去使用它 所以差異性在這邊 可是既然身為人 你所有細胞總是有一個基本的特性 比如說那你現在 所有細胞要不要能夠進行有氧呼吸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來說的話 能量的製造屬於基本能力 所以你要有我也有 對不對 好 那所以比如說 分泌那個什麼 分泌消化酵素 對不對 這裡消化系統的角色 我可能不太需要做這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這些相關的基因呢 我就 我有 可是我發的不用 然後呢 同樣是分泌 那我的角色呢 是分泌激素 內分泌 一樣是分泌 對不對 可是我是內分泌線 所以我要負責釋導的是 那些特定的 能夠傳達的東西的化合物 那你是消化線 所以你要分泌的呢 是跟分解功能有關的這些蛋白質 所以不同部位 加癌落實到不同部位的細胞 事實上呢 就是它真正的差異性是落實在 它基因組裡面所被使用的基因 是不盡然相同的 有一塊 大家都是基本能力 所以大家都要去用到它 那有一些是特殊能力 有皮膚被分泌角質蛋白 對不對 水水皮膚有的 你肌肉細胞分泌角質蛋白幹嘛 幹嘛 所以這個就是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討論的只是說 當這一連串複雜的過程 演變下來之後呢 我們討論是這一塊 你當然可以討論器官 器官是我們在那個 基礎生物下車的地方所討論的事情 器官跟系統 所以我們現在在退到比較低的這個層級 因為真正其實 你要做出一個器官的時候 你需要有不同類型的細胞 才能夠做出器官 所以我們現在所談的就是這個 好 那動植物的話呢 這個地方又有一個很大的差異性 我們以前在講那個身體的構造的時候 不是有提到 如果你現在講這個比較複雜的動物的話 你可以一路從細胞組織器官 然後把細胞系統當個體 對不對 那食物的話 國中的說法是什麼 波索再寫一次 細胞組織 然後 細胞跟經驗 對不對 花博士動物 時間跳過系統 然後 這是個體的 所以鳥是在對你叫嗎 是不是 好 好 那國中的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可是植物真的不能彈細胞嗎 你去看微管樹就很明顯 微管樹一路貫穿根經驗 請問這個管子有曾經中斷過嗎 那也許在根經驗那個散步的方式是不同 對不對 那這管子從來沒有斷過 那為什麼不可以是系統 所以植物不是不能彈系統 你可以從另外一個觀點 從它內部的細胞的安排 來去看 彈器官 你看植物的外觀有根經驗 根經驗確實在外形上 功能上 看得出它的差異性 可是如果你從組織的角度來講的話 我微管樹 對不對 我去看整個筋的橫切當中 微管樹在整個筋的橫切裡面 它不過就是表皮到水這之間 一群有運輸能力的細胞 可是你從另外一個 橫切 橫切方向你是看到細胞的安排 可是你看重切的方向 其實這個管線基本上是長紅的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從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它為什麼不可以是系統 可是比較大的特色是 它是由組織 直接去建構出系統出來 對不對 是從內部 從細胞的安排上去的觀點來看的 然後之後呢 再建構出一個完整的植物體 這個觀點也沒有什麼特別不對的地方 只是它的觀點不同 你要從外觀的形態上去看 跟經驗拼湊出一個完整植物體 可以接受 那你從內部的角度來看的話呢 其實膜幣細胞之間也是連續性分布 對不對 微管數也是連續性分布 對不對 除了表面的細胞形成滑布層 那也是連續性分布 所以為什麼不可以彈系統 只是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由組織建構的系統 跟我們身上這種 用器官聯合所形成的系統 並且不同 那為什麼這個觀點可以接受 你再回去看人體 人體有一套系統也是類似這樣 它直接跳過器官 就是我們的神經組織 我們的神經系統其實是從神經組織 然後直接架構出一個非常複雜的 訊號傳遞系統 所以神經系統其實並沒有明顯的 器官的特性 你其實可以略過這個 直接去從組織談系統 所以這個觀點都是不能接受 所以要留意一下 這個地方談組織會有一個問題 觀點的問題 所以你今天要從什麼樣的觀點出發 來去談那個生物體內這些細胞的安排 好那所以現在的問題是 如果要拿人來講這些四大組織的安排 會比較辛苦 所以我們找一個比較好講的 就是植物 植物因為它的內部的細胞安排相對單純多了 所以如果呢 我們拿個雙子葉 然後呢 曹本晶 來當作修名的話 那你看那個 不是有一個大圈圈給你們專頁 好 所以 好 本晶的部分的話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吃番酒 我還要吃嗎 慶祝 上杯啊 不然你用考人 對啊 沒有幾個 他們 很遠 因為植物內部的細胞安排的層次相對比較單純 所以我們用這個來談那個組織的安排的部分 然後順便突顯出他們的歐盆領 以傳統的觀點來說的話呢 植物最外表面的細胞呢 因為它已經是植物體的最外表面 所以不管它願不願意 它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 保護 那內部的安排裡面呢 這個東西叫做微管樹 對不對 疏導組織 各位你看喔 疏導組織以草本植物來說的話 木質木這個地方 它的細胞壁有比較明顯的增厚 所以我們通常強調 微管樹除了運輸的功能之外 其實它還有附帶製成的功能 所以這個概念有點像說 如果我們現在把整個植物的這個基因呢 當成是一根柱子 在建築的過程當中 這個好像角色有點像鋼筋 先把鋼筋的位置先安排好 對不對 然後這邊呢 用一條簡單的線條呢 先幫它們把位置差不多固定好 這個東西呢 叫做粉生組織 微管樹形成成圍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呢 保護組織有點像是 我這個樹枝大概就是要做這麼大 所以用一個框框先把它框起來 好 剩餘的部分呢 現在呢 微管樹以外到這個框框這之間 這裡是空隙 微管樹以內這地方也是空隙 所以空隙 空隙 跟植物來說的話 填空隙 最基本的細胞用的是什麼 填空隙 最基本用的細胞 這裡跟這裡 用的就是 投幣組織 木本植物 當然後來有木材 但不要忘記喔 木本植物的木材 那也是後來 對不對 連木本植物都有年輕的時候 那年輕的時候仍然有 這個地方還記得這名稱吧 在微管樹跟表皮之間的 撥幣組織這個部位叫做皮層 對不對 如果是在裡面的話 就叫做水嘛 對不對 就算是木本植物 它年輕的時候 一樣有皮層 一樣有皮層 尤其是水這個構造 只是說後來在它的基因成熟老化之後 這個地方的撥幣細胞會被木植物所取代 對不對 然後堆積的木材 然後變成是主要的支撐力量改變 就這樣子而已 你看看喔 那單子葉也不過 就是說它這些鋼筋擺的比較亂一點 也不是沒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基本的架構在 好 所以扣除掉這些之後呢 難免 如果因為不是所有的植物 都是屬於那個木本植物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安排的架構裡面 會不會只靠這些 萬一這個筋稍微微彎一點的話 那會不會支撐力量不是很好 所以這地方呢 在這一種靠近表皮 靠近微管束 或者甚至於靠近裡面 偶爾呢 也許我們會需要來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很難講它的位置 因為它到處都有可能會出現 那它的主要功能就很明確 是 就是實質組織看哪裡弱 哪裡就會去做強化 因為他說這個植物基本上 那個地方如果可以出現質質組織就有強化的這個效果 所以這個地方要去指明它的位置相對比較難 可是其他另外四個組織呢 它所落在的位置其實相對是比較明確的 那以前的傳統的觀點是說 那我就從它的形態跟功能面來去把這個組織做分類 所以就依照這樣的觀點來可以分成五種比較細 那現在比較新的觀點呢不是這樣子看 現在呢對於植物體的這個看法 因為組織系統這個概念算是 也許是整個發展的趨勢 就是這個說法基本上接受度相對越來越廣 那如果你要從組織系統的觀點來看的話呢 像疏導組織還會講說疏導這樣還不夠凸顯 所以呢乾脆就直接以它形成的勾道 就把它叫微管束 微管束組織 那就更明確的 因為它反正最後形成的就是微管束 那如果是在談那個微管束系統 那如果就知道說 欸我現在談的是串聯跟經驗整個植物體內的這個管線這樣子 那保護組織的話呢 後來呢就用另外一個稱呼叫做BLP 組織 不過這個組織倒是會有一點加感 因為保護組織裡面還有一個死細胞叫木酸細胞 所以這個組織就稍微不似那麼貼寫 紛紛組織不用動了 紛紛組織就在強調它有特定的能力 對不對 好 比較重大的改變是這個 好 現在從一個發育的觀點來說 他們發現紛紫組織所用的這些細胞 根本就是把國幣組織拿來改造 所以以前的傳統的看法是分 因為外型上功能上真的看得出不同 但你從細胞一路從分爭組織分裂出來 然後到它的功能被定型這個過程 原來這一群細胞根本就是從這邊進一步去特化 就是讓它的功能具有特殊性而形成的 所以它跟它其實有關的 所以這兩個部分的話 乾脆整合起來好了 整合起來 就用一個更簡單的詞 就叫做基本組織 它等於是植物體內所用的最基本的細胞 所以就把它整併起來 這個觀點還不錯 但是在介紹上會比較麻煩一點 好 所以不管你聽到的 或者教科書上 或者考試上面遇到的是哪一種觀點 就是很單純用很多外型跟功能面 然後在關聯性來區分的 還是從它的發育的觀點來去區分的 那其實我們所談的就是這些細胞 就是說那個分配的時候用的觀點是什麼而已 好 所以你去看植物的話 這些細胞組織的安排相對是單純合的 看人體的話 表示說會比較麻煩 這些人體的分化是值得更負擔 這邊 謝謝 谢谢观看 好,所以组织这个户口的话 其实我们谈的是一个已分化完成的一个结果 所以将来可以用在哪个地方 如果从植物来看的话 介绍上我还是从比较传统的这个观点 但你知道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比较大的改变的方向是 博弊跟支持是可以整合变成是三一组织 因为支持组织可以视同而是博弊组织的特化 好,所以我们先从刚刚降胚胎的发育 与人体的配胎发育过程当中 那个细胞的来源是干细胞 配胎干细胞,对不对? 那你现在呢 如果是谈植物的组织的话呢 植物的组织是负责供应细胞来源的 就是分身组织 所以那角色就跟那个干细胞的角色 动物的干细胞的角色其实是相似的 好,那因为它要不断的去提供那个生长的时候 其他部位所需要的细胞来源 所以它只要拼命做一件事情 就是一直持续去进行有资分裂 那因为它不断的就是一直把资源都投资在这个分裂上面 所以这些细胞呢 正常来说它都来不及两大 所以它细胞的体积会比较小 那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些方式去凸显出它的细胞真的很小 什么叫细胞真的很小 就是你去看 假设呢 生尾这一个植物呢 或者这个生物 细胞核的体积大概是固定的 对不对? 那所以当一个细胞核很小的时候呢 它的细胞核的体积是不是也小 对,那细胞核的体积就固定那么大 对不对 所以当一个小细胞 我们通常突然分生组织 会去说它的细胞核对细胞核的比例就是很高 因为它小细胞嘛 所以细胞核的量很少 对不对 那将来这个分生组织 然后朝像什么 朝薄壁组织 我现在呢 要需要形成皮层或水 对不对 我就要发展成薄壁组织 薄壁组织最明显的就是细胞长大 细胞长大的细胞核还是那么大一颗 所以这时候呢 它的核实比呢 就从很高 然后呢 到薄壁细胞就变很低 因为细胞变大颗 细胞核还是 细胞核还是那么大一颗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会用这个方式 来去凸显出 它果然是小细胞 那因为细胞分裂 因为有时分裂的过程当中呢 它不是有一个时期 在尖期 有没有 尖期不是一开始先长大 长大之后呢 开始复制DNA DNA复制完之后呢 开始赶快合成很多细胞质 有没有 那因为细胞很小刻啊 所以当它在产生这个大量的 有机物的时候呢 会使得细胞质相对看起来比较浓 如果你在显微镜底下 那个切片做得好 对比刀的好的话 你会发现 因为那个地方可能的颜色 会比较偏深相对 比较深一点 因为就是细胞容量小嘛 对不对 但是有机物要准备很多 材料要准备很多 所以细胞可能看起来会比较浓一点 分裂快速这个你要去追 那不是切片一刀切下去 可以看得出来 那是要追它的连续面化 好 这一群细胞 通常是未分化或第一部分化 它有两个分成基本的类型 就是那个比较原始一点的 我们就把它叫初级分生组织 然后能力稍微差一点的 就把它叫做次级分生组织 那初级分生组织呢 一般来说负责让植物体的长大 所以像什么呢 像那个金顶的分生组织 根肩的分生组织 这两个顶端分生组织 基本上它们让金可以往上挡上去 让根可以往下挡下去 对不对 所以都是负责那个整个植物体 我们一般把这个叫纵向 顺着植物体的这个方向叫纵向生长 那问题是植物的生长又不是只有长高长长的问题 那个多年生植物它可能还要长粗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呢就要靠谁 主要就是靠维管树形成层 木本植物呢 额外有一个需求 就是它将来需要有一个新的保护层 叫木酸层 来取代那个原有的表皮 因为表皮后来呢 会随着植物的金长大过程就被撑破了 所以那个新的木酸层的形成是必要的 所以那木本植物后来呢 额外增加了一个新的形成层 就是木酸形成层 你看 好那你就去看 微管树形成层 其实这个细胞也是谁给的 微管树形成层的细胞 其实也是来自于初级粉层组织 所以把它定义为次级 因为微管树形成层主要贡献的细胞是什么 是木脂部跟整理部 所以它的能力是比较受到限制的 所以把它定义为次级 或者是它是有更前一个源头的 所以把它叫次级 那如果是那个基本源头的 就是初级 所以像那个精灵跟尖 还有一个更初级的是谁 更初级的就是种子的胚 对不对 那个植物体到还没有长出来 对不对 还在种子阶段的时候 那个就是所有分层组织的来源 好 其他的照片细节 我们是不是十一半 我们再试试试试试试试 台语 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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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 lowest previous